看到是创意盆栽咖啡现在风行市场 但是也引爆了网络上真假盆栽之争 原来是自称为盆栽咖啡创始店的温谷咖啡店 已经成功注册盆栽商标还拿下了专利 最近发函说要其他抄袭的同业 要把相关的产品下架 可是被呛的16个店家纷纷都很傻眼 还说这种盆栽咖啡早就在国外就有了 又不是他个人的创意凭什么来申请专利呢 所以这其他16个店家将会串联一起 要向智慧财产局举发决心占到地 真的是